大家好,吊栏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花卉 因为它进化空气非常好,而且价格非常亲民 那么我们在家里面养护吊栏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黄叶 那么容易引起黄叶的一个问题,也就是我们浇水把握不当 因为很多花友不理解给这个吊栏浇水,什么叫干透,浇透 第一个,我们一定要观察这个土壤5厘米左右 如果5厘米深度左右,这个土壤是湿润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给它浇水,因为它还没干透 如果是干了,我们要及时给它浇水 浇水的时候,很多花友就是用一桶水直接一洒过去 这个水很容易就顺着底下的孔流走了 而一大部分土壤是没有湿透的 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半结水的这种现象出现 长期下来,这个吊栏根系就会腐烂 因为有些地方得不到水分 那么我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花盆的周边或者中间 每一个地方慢慢的浇水,一圈一圈一圈的浇 最好浇上个四五圈,让这个土壤慢慢的渗透水分 这样才不容易引起吊栏根系,出现烂根的这种现象 那么我们浇水之后,即时把它放到通风 羊筐中毒的地方来养护就可以了 因为吊栏是非常容易养护的 只要我们把握好这些技巧,就可以把它养得很好 觉得有用,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